大家好,歡迎來到CGLive的藥創作冰山 我是你們的主持人,愛Buffy 我是Ann Julie 我們今天終於邀請到一個女生上來 邀請到Milusa上來了 因為之前我們全部都是男生嘉賓 是的,我們已經有個女生,現在有點仙氣了 最好的嘉賓來說,最漂亮是你們 是的 請多一點,應該有些更漂亮 上一次,其實很早之前我們見過你 其實印象就,我知道是玩過的人 但是印象不深的 最深印象就是玩Red Bull Red Bull見過你,說得了嗎? 說得了 因為我沒得咳 Red Bull見過上一屆,接下來又有Red Bull玩玩 我在想著 我們今天有現場觀眾 我們不如,我們下次夾當 夾當,但是我們那邊又想玩 是的 我們多謝監製 多謝監製,媽媽 媽高 差不多節目結束了 不行了,那我走了 是的 Kofi介紹一下她 是的,介紹一下媽媽 還是你介紹自己 我介紹自己 你介紹自己 你見到這麼多模型 我知道,我客席是做模型的 我比較少的,但其實我主要是一個插畫師 但其實你本身都是畫畫師 是的,我主要是畫畫 對 其實你小時候,是不是很小時候很喜歡畫畫 是的,很小時候很喜歡畫畫 感覺到,感覺到 我感到 我讀中學的時候已經決心想讀設計 是 執毛身份學 OK 很早你已經打算讀設計 然後你已經去了讀策畫 即是讀了一年平面設計和一年策畫 是的 你和我不要說 不要說 我們是同校的 我們是師妹 師妹 妹很多 妹很多 差不多 差不多 你不要說話 你也是 我也是 你不是以為你騙到人嗎 讀策畫 讀策畫 讀了一年平面設計 再讀策畫 怎會讀一年平面設計 然後讀策畫 因為策畫一定是第二年 是的 高級 即是這樣分的 即是讀第一年要讀策畫 是不是讀了平面設計 但有人可以跳 可以選策畫 一個讀第二年 你這麼厲害 不要理他 你是來的 策畫你又讀了多久 到一年 就行了 接著就開始你的畫畫生涯 其實那時候幸好我還沒畢業 五月幾的時候就interview 即是師介紹工作 五月幾的interview 六月無緣無故走了去上班 讀策畫 那時候去了一間迪士尼公司 做illustrator的位 但其實我覺得是畫那些迪士尼公仔 但是將它變成一些products 這樣的東西 就可以做到現在 做策畫做到現在 也不是 之後做了一年多之後 因為有少少問題 之後就轉工 然後就做了不是策畫師 然後做什麼 做設計師 做graphic design 現在呢 現況呢 現在現況走出來自己做 就做了這件事 是啊 其實有部份 有些作品是一直上班 那時候有些上班之後 又會做一些作品 所以其實這裏加加上幾年了 其中一個我對你印象很深 就是玩過很多次動漫節的比賽 對 這裏有很多個都是動漫節 玩了幾屆 這裏拿了四屆過來 四屆 不斷介紹 你看到美國隊長這個 那時候就是 那時候入了策畫師會 之後呢 策畫師會 那時候就不用比賽 幾年前 可能是六年前 那時候就 第一次就是 加入了策畫師會 就可以擺一隻公仔 在動漫節那裏 哦 是啊 這個是 就是這隻 美國隊長 這個是你自己做了一隻 是啊 因為那時候很有趣 那時候第一次做分析 就是這隻 美國隊長 是第一次做 是這隻就是第一次做的 哦 那時候很愚蠢 很傻的 上網上找些研究 那之後呢 就看別人的步驟 什麼模型教學 那樣 然後就花一千多元 去了買了很多材料 是由油泥開始慢慢自己丟 之後再覆武 那時候最低難就是 第一次做這隻模型 還去學擦件 做到我死做了兩個月 那學到的東西 OK 做了一隻這麼正的東西 但是你做了一隻 你是沒有覆到還是怎樣 有 其實我最後就是覆了一隻 因為我很辛苦 哦 黃姐這個也是硬正的 對 這隻是覆的 對 這隻是覆的 六年前了 美國隊長也沒拍 應該是 那時候還沒認識 對 為什麼你會選這個來做呢 對 因為那時候那個題目就是 搞笑 搞笑英雄人物 咦 我有三個家 對 所以就選了美國隊長 不知道 總之想選這個角色 總之就 好 那次之後就是哪一隻 之後就是這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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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那時候呢 我只記得一個題目是環保 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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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參加 所以我贏到 然後這個是 這個呢 我第一次有經驗 所以我做了美國隊長 一年前 那時候 即是計算那時候 一年前 我覺得做賭母 是很限制我自己的模型創作 因為其實那時候 你上網看的時候 其實你不知道什麼叫脫帽 脫帽 或者可能要離開什麼位置 很重手 第二年我做這隻 那時候我就特意選了 不要做脫帽 直接找了一些 在模型店買了一些 叫AB鋼膠 然後就貼下去 這個很大的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垃圾桶 用來貼下去 然後中間 就像這個頭 其實就會用了 那個叫什麼 抽扭蛋那些 那些蛋殼 就是 一開始就找了一些食物 做了一個基本形 然後慢慢在上面 貼一些鋼膠 A-B鋼膠 對 A-B鋼膠 因為它貼得很緊 它是大概 一個半小時左右 其實它就會硬化了 那時候就放工 每晚就貼幾部分 搞多久 貼一貼 一個多兩個月 那個差不多 差不多一個兩個月 對 那時候不是全職組 三獎有什麼 那時候很好 好像有錢之外 還有壓力版 但是就是一個國內的品牌 那時候 那時候就沒有歡迎 好啊 就沒有歡迎 好想有歡迎 你做這些 有沒有先畫草圖 有有 但是我這次沒有拿過 之前其實畫過草圖 就畫得很細節 然後其實都幾乎是跟著的 但當然 技術未到 所以其實都不是很很像 但已經都算不錯了 我覺得 然後第三屆 第三屆 是哪一隻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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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 我不記得了 機械 不知道那個題目是什麼 童年那些玩具 那些概念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上鏈盒 有點像鐵皮玩具 那些感覺 對 有點想假裝那樣 是的 那時候都是用AB降膠去做 那腳為什麼可以站得那麼穩 因為裡面是塞了兩塊鐵 就是在現成 現在的傢俬 不知道有些什麼 鐵是雙上牆 就拿了那些元素去用 那就可以站得那麼穩 那中間有些位 譬如有些腳那些 可能是有些鐵通的 不知道什麼 然後旁邊這些 手這些位 其實也是那些蛋殼 頭也是蛋殼 是的 但是你這套是不是就像雙螺絲 那麼實際 是啊 雙螺絲 因為我不會做扣模 那時候唯有做完之後 最後轉孔 雙螺絲 令到他的手有輕微可以動 顏色方面其實你都很鬆腐 可能自己不 不知道是否因為自己讀策畫出身 所以喜歡色彩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讀書的時候 其實色彩學的那些 都有學的 有時候喜歡互補式 或者對比色 可能反差很大 去想去用色 去處理 有沒有教人 沒有 不教人 不懂教嘛 趕東西找 怎麼會啊 好這隻就是第三屆 第四屆 沒有拿過來 因為太多了 之後去到最後參加 前一年前兩年參加的這一組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 因為那時候 為何我很喜歡這三個作品 因為那時候 剛好製作了一份工作 之後想到自己有很多時間 所以這三隻很瘋 這三隻全部都是賭模 但我還要全部做拆件 即是你覆了多少套 其實有很多套 其實如果可以看回 iPad 這個沒有了 沒有了 不好意思 你篩走了 不是 應該是 它未必順次再贏 我明明有 順次再贏 這個 其實每一組的別置 都有六七個 我只選了一張照片 因為每一組都牽涉差不多 六七套模 這樣去做 iPad這個圖是剛才的經濟 對 這個就是這個 其實你見到 當時我都用了一個AB模 就是這個 全部都是這樣 有很多套模 然後那時候 好像做這三隻工作 可以挑戰自己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連丟 連覆 之後 其實相識不理想就交 有沒有人幫你 沒有 我自己 是啊 但我覺得挺好玩 因為打算全職做 搞複雜一點 而且打算學一下 怎樣去做套模 可以有些手腳可以動 但最後還是黏死它 因為不太好 那 你做了多少套 有沒有拿去賣 那時候因為 其實我做完這套公仔之後 就認識了一個 香港比較出名的圓形師太歲 那之後 那你是之後才認識它 那之前真的全部都是網上自己學 自己學 可以說是網上自己學 我以為你已經 拜了師 當然不是 之後再拜師 才發現 我這套公仔的遊賴 做得不太好 可能你這樣看 就以為很滑 但實際 原來有些技巧 其實我真的不懂 是啊 我不懂看 怎樣看呢 怎樣分呢 這公仔 那個遊賴 其實不太滑 所以封了好之後 所以我用AB水 倒完之後 眼膠出來 磨到瘋了 即是需要用很多時間打磨 即是先做好浴油泥 是的 那這些這麼小顆 你會不會很容易斷的 其實不會 因為AB水其實都很硬 因為它又不是石膏 它是PU 樹枝膠 這三隻是同一套 是的 同一生命系列 那你會不會介紹一下 哪個打哪個 我都不記得 那時候我都不記得 我都不記得 我記得那時候 這套東西 是用昆蟲去混合 例如這隻 其實是用蜜蜂 Close out 這隻其實是蜜蜂去混合 這隻其實是類似鳥仔的 然後這隻就是植物 植物去演變了這類型 昆蟲植物 是 那時候的概念是 好像是用動物 還是不知道什麼 去做這一堆東西 又是牽涉那些 不知道什麼 什麼英雄 什麼隊 所以就做了這三個 那些 那些新的一枝枝 有沒有特別的原因 做到那些 例如這些 我看不到它 這些一枝枝 我看到三隻都有這些 這樣的腳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做這隻 沒有 純粹想 每個設計 是想 讓它的質感 感覺是獨特一點 果然硬正 對 我覺得你好像 上次Red Blue 造型都是這樣 是不是這隻 不是 不是這個嗎 好像外星人一樣 對 我當時自己做了一套衣服 就是白外星人 對 你說話都好像 問你 不知道 不知道等 對 三隻完了 接著 還有什麼 腦 有沒有名字 其實 主要是這個主角 這個是Brain Child 其實全部都是同一個 故事裏 還是怎樣 其實不是的 其實Brain Child 很有趣 那時候這個Brain Child 研發 應該是2010年 那時候 再早些 那時候 上網 現在沒有Facebook那麼方便 那時候 我有個Block 之後有個廠家 看到我的公仔很有趣 他就尿我 問 將來有沒有合作機會 然後叫我畫一些公仔給他 可能叫我生產糖膠 那時候小時候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人尿我 又答應了 又不是很想 不敢推糖 於是乎 亂打亂撞 就畫了Z Character 就是這個 對 就畫了一個Brain Child 之後就給他設計圖 之後他很快就答應 可以幫我出這枝 那時候 其實大家 可能 費用其實就不太高 因為他自己是廠 他收了一個比較低的價錢 幫我生產了100枝Brain Child 那種 那種是哪種顏色 那種是原本的 那種 那種是原本的 那種是唐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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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那個廠 其實在行內 他也很知名 但我不知道會不會出名 沒所謂 你決定 不說 不說 他那時候 我畫了草圖 那時候 腦袋是塞在後面 實實鋪 前面這個腦 前面這個腦 其實可以塞進去 那種公仔 他那時候跟我說 他可以做到這個技巧 因為最有趣 就是他家裡 他除了做糖膠 他家人另外一間廠 是做吸索的 所以可以用一個很低的成功價錢 做到這隻公仔 而這個透明這個蓋 是不需要做一個很貴的唐膠 那現在是不是都是塞進去的 是呀 可以塞進去 就是塞進去 這個就是他幫我想的 就是可以研發到 他可以塞進去 它解決了你的技術問題 你原本也想著可以這樣 是呀 但這個問題未必做到 不是一間床也做到 因為它裡面 它裡面其實還有一個吸索 去做一個定位 其實 如果他不是因為家人 不是做吸索 可能未必那麼簡單 可以幫我處理到這件事 原來是普通吸索 我經常看到 我以為你是啤膠 其實不是 因為那個啤膠的成本 是很高 或者可能量出現很大 所以其實是做不到 但他這樣做法有多好 是啊 就是這樣摘眼看 我真的以為是吸索的 是啤膠 不是 我看了那麼多次 看了那麼多年都以為是啤膠 我都想有機會有錢 可以做到啤膠 那生產了一百隻之後 還沒有再加 其實都沒有再加 因為其實現在買剩 可能是有些疑惑 那些是十幾二十隻 這樣 都沒有特地去繼續研發 所以還可以賣 有些次貨 就是聯絡你可以賣 是的 買幾千隻 之前就定價 其實就很便宜 四百八十九元 其實算很便宜 現在有沒有價格 沒有 也沒有減價 但是我看到你 有些很有心機 你自己另外做了想吃 是的 因為其實我每年都會參加一個台灣國際玩具大展的 TDF 對 簡稱 每年其實你要生產一些產品 在那裏賣 其實對於我來說 就不是說 我又不是那些公司 每年生產公仔去銷售 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所以有一年就想想 不如拿一些次貨 又不能賣 拿來做改裝模型 就放在TDF 給別人拍照 和去認識我 那賣這些你賣不賣 這些其實現場是有賣的 這些賣比較 對 那時候買二千港幣一個 賣到 賣到一隻 賣到一隻 但是那個公司也有幾千萬 我跟別人分享 就會OK 可以回到本 玩了幾屆 好像玩了四五年 好像沒有玩 去年有 去年有 但去年我轉回Style 我銷售我的策劃 也有做Figure 去年有沒有玩 今年有參加 又來了 當然 到萬節就沒有 看看畫會有沒有位置 但比賽有沒有玩 比賽沒有 因為沒有時間 其實 這個是我見到最多 你出現最高的Figure 是呀 主力 那要介紹一下 但也是因為它最早 是吧 它真的比廠門做的 一夾公仔 這個就是最早 是不是唯一一個 暫時唯一一個 是給廠製造的公仔 所以其實都挺開心的 給廠製造一次過生產一百隻 那些人拿貨是很簡單的 但之後為了省錢自己做 就不太好 你一隻褲很慘 例如好像這一套 可能大概是2014年 自己丟了一隻小的公仔 丟了一隻小的Blinkchild 那時候就研發了 我來,可以借你 原本就是這個 因為其實Blinkchild原本這隻 這隻角色 其實我就不太能丟到 因為我未有那個手藝 之後我就把Blinkchild再改良 變成一個Q版化 然後我就把它丟成現在那隻公仔 那你就見到 那我就開始丟 由一開始慢慢的 這樣逐一點逐一點去丟 很細小 這個是油泥來的 這個就是油泥 然後其實逐步逐步慢慢 將手藝這樣做下去 油泥 這樣的顏色嗎 其實有很多不同顏色 其實有很多不同顏色 其實有軟的 有軟的 或是突硬的 很重的 這樣就做了一隻 這些是用風控吹 會換換了嗎 用風控吹它會融 會融 會融 然後就可以丟了 其實你就不需要 它乾了之後 你就不可以再拆它 可以無止經 你加暖風 就可以繼續拆 即是有些地方最重要 你加熱它就會硬 那種是另一種 那種不是油泥 那種不是油泥 那種是粉黏土 都不記得了 其實我以前讀車設計 就是這些 加熱它就會融 這個是覆了 就是這隻 因為當時是自己覆的 覆三十套 覆到人都瘋了 是不是真的這隻 對 這個我戴上來 這個就是手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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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要拆做一些 拆拉的 就沒事了 其實怎樣做呢 我可以講一個簡單的過程 就是首先油泥 釣完之後 就覆了手錶出來 手錶膠 這個其實未夠滑整 未夠滑整之後 就會將手錶膠 再散到很滑整 散多久呢 我想散到滿意為止 那這個散了多久 幾個小時 我想可能就是幾個小時 那油泥覆這個 是拿什麼覆 需要做一個類似直膠的模具 但這個就不是那個公仔 這是兩次 這是直膠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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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用油泥 這個直膠 然後覆了一個AB的手錶膠 以前直膠很貴 這個是不是便宜很多 現在其實可以用國內的 會爆炸的 會爆炸的 但問題是如果沒有真空機 其實就會有很多氣泡 真的不行 所以你就買了真空機 所以我就買了真空機 所以我就買了真空機 你這個很大塊 尤其是你透明 對 如果你有色的就不會太怕 對 但其實我買的真空機 是最便宜最便宜的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它的氣壓不夠 但這個很少大部 但其實不關那個鐵士 其實是關那個泵士 那個泵不夠力 有時抽真空 可能抽得不太厲害 那個水口位需要去到很大 在香港 我不知道 如果用外國牌子 有人跟我說幾十萬 但哪有可能用幾十萬 買一部真空機 自己覆蓋給藏 就是外國牌子 你花了多少錢 那個泵加了幾千元 加上幾千元 連搬下來 好像搬下來六百多元 然後人民幣好像四五千元 我還沒死 即是沒有爆炸 尾斷了 這個是水口用來的 證明我們沒有剪掉 不是 那個是水口用來的 你的腳黏不住 不要緊 很厲害 A-B膠 有顆東西掉了出來 很多意外 這裏 這裏 可以繼續說 散完之後 會再用直膠再覆一次 又覆一次 散完之後 會噴一個類似底灰 為甚麼這樣做 因為底灰 這個底灰 是可以將少量的凹凸痕 變平滑 但你噴完之後也要摸 類似是補肚的東西 這個底灰 這個底灰叫做補肚 但有些很小的孔 我想要大 又不會聞得很厲害 對 它會變得很細 不是很細 但是有些可能 你磨得不太滑 可能有些磨痕 它就可以蓋上去 到時你噴出來的時候 表面就會變得很滑 甚麼灰 那些叫底灰 那些叫底灰 底灰 那你噴完之後 還要不要再磨 就是噴完灰色之後 你發覺如果有些奇怪的位置 有時候會噴到一點點 那要小心噴 其實不要太心急 就是慢慢慢慢來 可能離遠一點點噴 對 就是離遠一點噴 之後你發覺如果有些位置噴出來 這個就是油泥 對 這個 這裡 鬆勾一點點 這個就是油泥 然後旁邊就噴底灰 如果再有些孔位 什麼時候 你就要散掉那層底灰 慢慢磨 然後再補肚 對 油泥之後 就應該出了這塊東西 對 對 我會覆覆兩次 我會覆覆兩次 最後噴完底灰之後 才做貨 去賣 為甚麼要覆覆兩次 因為你想留下那些東西 因為開始油泥那一部分 不會做到很精緻 不是師傅 所以要覆覆到很硬的時候 去做一個打磨 即高手就不用覆覆兩次 應該是 OK 我不是高手 先要做一個樣子 然後你就覆覆這一件 覆完這一件 覆完這一件之後 噴油就想灰色這一件 然後就刮正了 帥仔 這個就是膽來的 那就覆覆那個 對 覆覆那個貨出來 所以你看到 這裡也有四塊 即是做貨 我們現在最後做了四塊這些來覆堂 因為一次過做過沒有 一次覆四顆就快很多 你覆出來也是灰色的 肆 recuer對 其實去世銅命就是在截附的直交毛 短帖 如果現在的大陸這個品牌 那些平手就是便宜 但是 moms 的帖就不能覆ви 因為水口位 它就不平滑 在那個位的話 你會看到 其實不平滑的情況出現 那麼�� camp會凸起了 那麼在白樓也是死的 因為它便宜 因為它便宜 析呢? 現在有日本牌子 貴多少倍呢 如果是大陸借交可能當是30元人民幣 即是這個有30元嗎 不是 借交一公升 那這個有多少公升 應該不過一公升 這麼便宜? 就是要20元左右 就當20元吧 當著人民幣20元就30元港幣 很便宜 日本借交好像不用真空機也沒什麼抱 但就要170至200元一公升 也不是貴 但是其實你想想 這裡1公升 一人騙我又說很貴 你只要覆這麼小的一公升 萬一我要覆這隻公升 可能要到3公升 那是600元 而且你會錯的 覆完出來的時候 你可能下了一些固化水 那你搞完之後 你下下去 發覺不夠你再搞 即是下固化水才會凝固 對 多久凝固 多久凝固 通常你放一晚是最穩陣的 對 還有我看你做一些矽膠帽 有些儲位 其實這些類似扣位 其實這個就叫AB帽 是很好的 可能油泥 一開始我用一些軟的泥 之後把油泥先放一半 然後倒一半 然後等一晚 然後再把軟的油泥 拿起來 再覆上另一邊 因為我覺得這樣做 水口位是最漂亮的 因為我之前不是說過 拜太祥師傅的 他的教我 其實是直接 譬如不需要這些扣位 是把油泥 放進一個帽子裡面 然後直接把軟膠倒進去 倒進去 倒進去乾燥一晚之後 他就教我用手術刀 慢慢戒出油泥出來 我聽到那個運 很複雜 對 總之他教我自己用手術刀 做一個開模 但因為我的手術又未到 很膚淺 這些是怎樣做的 很容易的 我又叫你上網看 對 我就是在想你怎樣做的 不是 直膠其實很容易的 你是覆完一邊 再覆另一邊 而太祥教你 不如你整個覆 覆完之後就開模 對 但問題是我的水口位 就戒得不漂亮 不如我們CULive 開班教覆 我不是師傅 我找太歲上來 不如 後華 我們真的需要開班 很可愛 但可能會很吵架 其實也會很吵架 而且要用漂亮的材料 如果沒有真空機 真的要用日本材料 公仔就沒有那麼大塊 這隻也叫大塊嗎 這個 你用一個帽 一公升可能用了兩三次 最多都是 如果用這麼大的帽 其實很容易會破 不會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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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會破 但很少會去到這麼大的 這麼大的幅 我想它再高層次 拆開 有另一種 沒有辦法 但這個我還沒學到 去到這麼高層次 低層 低層 低層都這樣 不是 你試試學 做就做到 這些用指甲咪都會凹 對 對 不要緊 我有個粽 保持得很好 其實游例 對於初學者 我覺得挺容易學 因為其實它可以無限去刁 加暖風很遠 可以刁 隨時你放了那麼久 你也可以加暖風再刁 對 我覺得很方便 你不會硬了 如果初學者想玩 有什麼途徑 上網 又來 又不來 其實在旺角那裏可以買 過程呢 不會的 這麼複雜 我都不明白 可以去太歲的網 其實它已經有 step by step 擺上去 你有沒有擺上去 你自己的網頁 我自己也沒有 但它那裏其實已經 講解得很詳盡 它做了各個網站 在它那裏 其實已經可以看到 所有step by step 怎樣找 太歲.com 可能duo.com 不知道就是www.dio.com.hk 是嗎 我不記得 差不多的 是這個名字 Google搜尋太歲找到 太歲 無形守師傅 對 類似 那我們不如這節就差不多了 是的 我們停一停 好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轉頭 就有下一節 拜拜 拜拜 最熱的 是 五香 師傅 八句 五香 八個 八個 五香 六香 八個 六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